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阳类险记 第151集 看完了小月和鹦鹉跳舞 天也亮了 准备带上一些装甲去喂喂我的动物们 带上小麦和种子 恐惧它们已经饿坏了吧 小鸡们 我来了 这么多鸡蛋 那就先把这些鸡蛋砸出小鸡来 还是砸吃了不傻小鸡呢 再给你们喂上种子 来来来 多吃点 多吃点 不要急 一个一个都有 然后就是喂一下我的羊 这些棕色小羊都长大了 来 大家都吃点小麦 再生一些羊宝宝去了 把牛爷的喂吧 不能亏待了他们 这些猪 好像忘了给他们带胡萝卜了 算了算了 反正已经够肥的了 让他们饿几天燃烧一下卡路里 哦 差点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得拿点羊毛给小月做一个粉红色的床 毕竟上次答应过人家的 不过得去找找粉丝的染料才行 就拿我这些花开刀吧 这玫瑰红太艳了 不合适 兰花的淡蓝色染料也不合适 淡蓝色就更不合适 这一下子还真的忘了粉红色染料要拿成花了 会不会是牡丹呢 还真是 这两者应该够用啊 走 回去给小月做个粉红色的床 先把白色羊毛染成粉红色 然后再做成一个粉嘟嘟的床 OK 现在就去放在小月的房间里 把这个不适合女孩子的床给撸掉 放上新床 我这就喊小月过来看看 小月小月 你看这个粉色的 你满意吗 嗯 怎么说呢 虽然比之前的好看多了 但是我上次说的不是跟我做像灵地釜笛里面那样的床吗 和你这个差距有点大呀 哎 女人真是麻烦 你说谁麻烦呢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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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马上给你做 先准备一些材料 就用深色项目做吧 需要一些木板 一些项目楼梯 再做一些栅栏 以及几块半砖 哎呀 这些东西应该够用了 看看这新床放在哪里比较好 把这旧的先拿走 嗯 还是把床放在这窗户底下吧 先用半砖铺好床板 再在两边打两根支架 就像那种公主床一样 把中间两块半砖给挖了 放上可以用来休息的床 没有这一部分的话根本不是用 后面的支架也不能挖了 支架下面还是垫上半砖吧 不然全空的话看上去还是有些诡异 哎 怎么样 看上去还不错吧 是不是很像之前的林地浮地里面遇到的床 嗯 不过还没完工呢 就再去采一些花 做些粉红色的羊毛地毯才行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